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打造桃园安心生健康产城市 桃园市妇幼局与助产工会合作举办 孕产妇照护服务事办计划 提供孕产妇面对面咨询 家庭访试等照护 除了可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 也提供产妇更全面的生育知识及照护 桃园市六都出生率最高的城市 为了让桃园市民有更安心的生养环境 桃园市妇幼局委托朱产师 朱产市工会办理 周产期孕产妇照护服务补助事办计划 服务对象涵盖涉及桃园的孕产妇 让每位准妈妈都能得到良好的照护 最主要的目的我们就是照护 我们整个的桃园孕产妇在产前产后 我们的前方位的来照护 孕产妇全程的照护 这新家庭的成立 如何更好的迎接新生命 那从产前的照顾 然后让他们有生产有准备 了解自己未来要扮演的角色 那怎么样直接因应生产的疼痛不舒服 让政绩更有力量 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 根据卫福部统计 112年全国婴儿死亡率为4.3% 其中桃园高达3.1% 居全国第三 在少子化的趋势下 婴儿的照护显得更加重要 这项照护计划针对产前生产计划 产妇关怀追踪 母乳捕育支持团体计划三个面向 辅导新手妈妈面对挑战 其实主要是因为这几年来少子化的原因 还有就是新生儿死亡率没有下降的这个情况 所以其实市府对于这个孕产妇的一个照顾 希望能够能够降低这个生产事故的发生 以及新生儿死亡率能够降低 孕产妇的照护计划其实我们已经在今年做事半了 我们希望能够照顾更多的孕产妇到她生产 从怀孕到生产 那明年的部分呢 我们预计要扩大整个桃园市的所有的孕产妇 都能够纳入我们这个照护计划 这项计划除了提供新生儿家庭卫教 心理生理支持外 也提供面对面咨询 家庭访试等服务 希望降低婴儿死亡率 也让孕妇在健康的环境下养育新生命 健康的环境下养育新生命